哈喽大家好,我是刘才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几个 日常小物件的隐藏用法 其实事情的开翻就是因为 我这把美工刀炖了嘛 然后老杨就说要直接丢掉 我说我们直接把这个炖了的这一片 把它给掰掉不就可以了吗 结果他说它不会掰 然后我也想 好吧,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怎么掰掉这个炖刀头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想着给大家分享几个 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不知道的小技能 看完保证有惊喜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在不用其他工具的前提下 怎么样很轻松的 就把这个炖的刀片给它去掉 首先我们把美工刀推上来一截 推到你要截断的下面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把刀的锁扣划下来锁死 保证这个刀片它是不能滑动的 然后在刀的另一端都有一个小尾巴 把它抽下来 通常在这个尾部都有一个缝隙 有的刀是横着的 有的刀是竖着的 然后我们直接把刀片插进去 这个缝隙里面 使劲往下掰 你看它这个刀片就截取下来了 是不是特别容易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刀片锋利的一面 不要吵着自己 要对着外面 不要让自己受伤了 第二个就是这种定书机 定好的钉子 怎么拆下来呢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方法的话 可能就是用手去抠对不对 其实定书机后面 它都有一个这样子突出来的地方 这个就是起钉器 只要用它轻轻的一撬 钉子的两头就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翻面给它撬一下 轻轻松松整个钉子就卸下来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用卷尺去量东西 遇到不好量的地方 或者是尺寸量不准确怎么办呢 比如说这个抽屉 我想量一下它的内宽是多少 通常我们是不是把卷尺放在里面折一下 这样你会发现它量的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卷尺放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让它紧紧的抵住柜体 因为每个卷尺身上都有自己的标记 就是标了自己的字宽是多少 一般这个标记在卷尺的四周 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一下背面有没有 我这个卷尺它自己的宽度就是55毫米 那我们在量柜子的时候 只要把它放进去看准现有的这个尺寸 再加上卷尺本身的尺寸就可以得出来 非常准确的那一款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呢 接下来就是这种管状的东西 一般都是被密封柱开口的 其实它们的盖子上都有一个尖尖的东西 这个就是用来开口的 只要把它反过来然后再插进去 风口就很轻松的被打开了 然后我们女生常用的发卡 一般都是两面 一面是波浪的 一面是平整的 通常我们用的时候 都是把平整的一面放在下面 其实在卡的时候 波浪的一面在下面 可以更好的固定住头发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哦 最后一个就是一拉罐的拉环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把它打开之后转一个方向 再把吸管放进去这个洞洞里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固定吸管的作用 在瓶子里面吸管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那今天分享的这些隐藏小方法 真都是特别特别实用的 如果说你们手边有这些工具的话 也可以马上就试一下 如果还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转赞评哦 我是爱生活的李友才 关注我让你的生活更有才